昨天,SAR上海动物救助的周姐又把三个狗狗送上了飞机 这是我们家的西西 她的姐姐康康,2月18号的时候已经到了加拿大 是由另外一个飞行志愿者带来的 我特别感谢飞行志愿者,能让他们姐妹俩一起团聚 西西 西西 西西大屁股,大屁股西西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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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乖乖 嗯? 接到了 我们接到了 乖宝宝了 看着妈妈一片甜 哎哎哎哎哎哎甜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好 好的好的 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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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进到笼子里了 你看又进到笼子里 哎呀 特别的乖 这个水就比较长吗 长一些 哎呦 乖的嘞 哎呦 乖的嘞 哎呦 咬的不行 累了是吧 飞机上累了 想睡了 睡吧 宝宝 睡吧 到家了 宝宝出来 乖的了 哎呦 使劲舔 使劲舔 我又不想乖的原因是 起不出来 我又不想乖 要是 我又不想乖 睡吧 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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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已经都闭上了 眼睛都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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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别吓死了 不吃 风太凉了 我感觉它好像一样 这会我们安静一会 看看是谁 又是甜 好奇 我们的乖宝宝特别好奇 是吧 乖宝宝特别好奇 睡着了 车上这样都能睡得着 睡着了 这样都能睡着 累了 细细活泼 胆子大 一进门就到处闻来闻去的 然后马上就开始吃东西 狂吃 在飞机上饿了一路 只喝了一点水 可以看出来它非常的饿 非常的疲劳 我们刚进门的时候 康康是藏在沙发下面的 然后它很好奇看到另外一只狗 它们互相也缺乱了一下 那小屁股缺乱很兴奋 的确是曾经认识的 因为都是一母同胞 现在就 你抢康康的我 现在就玩在一起了 康康是一个心大的孩子 善良厚道 兮兮一进来就抢了康康的玩具 抢了康康的饭玩 康康也只是笑咪咪的看着 很热情的邀请她玩 没有生气 也没有叫 他们两个玩得非常好 兮兮一点都不认生 跟康康也是 和谋相处 康康呢 细细不能咬这个衣服啊 碰到陌生人进来 她也会害怕 但是她对细细因为有熟悉感 所以就马上就玩在一起了 我本来还有点担心 他们会打架或者是吵架 现在看起来 这些担心其实都是多余的 我特别特别感激 飞行志愿者能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把他们带过来 跟我团聚 每一个飞行志愿者都是充满爱心的 带着孩子飞到加拿大 跟他们的家长团聚 欢迎更多的朋友成为飞行志愿者 如果有条件 如果有条件可以回国的话 我想我也会这样 也帮别的朋友 把孩子带过来 这些毛孩子天真可爱 善良厚道 每一个SAR救助的毛孩子 都是有幸福的机会 欢迎更多的朋友 一起来做飞行志愿者 让更多的孩子 能跟他们的家长团聚 如果你对西西和康康姐妹俩的故事感兴趣 想了解更多SAR动物救助机构 或者是飞行志愿者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小妹妹的玩具 关注和帮助流浪动物的朋友